如果从客观的外在条件来说 除去双方的家庭条件 你觉得你配得上它吗 你知道的哈 无论是外形条件 还是个人的能力 其实你是配不上它 但配不上它其实没有关系 爱情不分高低贵欠 说你幼稚不成熟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逐渐的成长 能力也可以培养 对吧 但你有一点是最差劲 就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的气量太小 气量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培养的 你知道我说你气量小在于哪方面吗 第一方面 你就是因为它比你强 所以你硬要到广州去 你到广州去 主要是为了生意吗 我想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人家在天津能够待得住吧 所以你要拉到别人到广州去 对吧 因为在广州你更有优势 是吗 还有一方面 就因为老太太反对你 你上来以后你也从来没说过认个错 对不起 或者是叫声阿姨 你气量太小 而气量太小的男人是很难承担的 其实婚姻在很多人内心的意义和分量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把婚姻当成是改变生活的手段 有些人把婚姻当成是生命的归宿 还有一些人把婚姻只是当成一个形式 而对你不一样 其实在你心目当中 你一定把婚姻的分量 看得比他在心目当中的分量要重 对于你来说 因为你从小丧父 你跟母亲相依为命 所以你认为婚姻是你和妈妈共同的家 甚至是你和妈妈共同的命运 甚至你对于这个男人的要求 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配偶 你更多的还希望能够有父亲的关爱 而对于他不一样 对于他来说 婚姻只是成家 成立自己的那个小家庭 其实你特别希望一个男人 能够说这样一句话 心把你和你母亲放心的交给我 一切由我来承担 但是他做不了 他做不了并不代表他有问题 他家庭生活条件不错 年纪也轻 所以他呈现的正是他 这样的一个年龄男人 应有的特征 也说不上他有多么的不好 只是他承担不了你所要的那种爱 你们现在还出于爱情的激情状态 所以你会说你想嫁给他 如果当爱情和激情退去了之后 很多事情就出来 坦率的来说 你们门不当户不对 而且他们的父母也不太看得上你 就像你所说的 初次见面对你比较冷漠 而他又不太能够扛起家庭的责任 同时气量也小 你的母亲也不太看得上他 当你们的爱情和激情退去之后 你们真正住在一起 婚姻当中的审美 格局就都出来了 你会很痛苦 同时对于他的父母 你也未必能够应付得来 所以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 我其实挺不看好你们的 虽然我也崇尚婚姻自由 爱情自由 你们应该好好地谈一场恋爱 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但恕我之言 我对于你们的将来和长足的婚姻幸福考虑 我并不看好 这个男生没有多坏 但是他不足够优秀 不足够能够扛起你一生的命运 当然这个结局将来要你自己去选择 如果你愿意 看着这个男人成长 能够等待他 逐渐承受起来 能够扛起来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只是在我看来 有点渺茫 你能不去广州吗 算了就这样吧 好谢谢图老师 不去广州分手吗 他不跟你来天津 你跟他分手吗 行了 俩人都是那种 我们不离开 好像那个是阻碍 没有人阻碍你们 你们彼此把生活想简单了 因为现在是个自由的时代 我们没法替妈妈说 闺女你留下来吧 其实你知道 你妈同不同意 和你能不能走之间的分量有多大 我们不会跟你妈说 你让姑娘去广州吧 至少我不会 为人父母的怎么说得出这个话呢 我们凭什么要求一个母亲 就把自己的女儿这么托付出去了呢 我是不会 我的建议很简单 能为对方让步 你们就在一起 不能为对方让步 你们就先搁置 分开看看 如果你没了一年的考验 都考验不起 散了也不可惜 其实 你的那些 不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 请关门 您怎么就上来了 不管他们俩走到哪里 我都要追着 反正是没有权利关心 您的态度是 您要等对吧 我们的态度是 恋爱是自由的 你要相信你的女儿对你的爱 你要相信你女儿的成长 你觉得她好吗 挺好 你要觉得她好 你要相信她足够优秀 你就下去等 你下去 我不下去 下去 我不下去 您可以下去了 我不可以下去 麻烦您回去 谢谢 这个母亲可以这样 我们也充分地理解和尊重 可能是一段美好的爱情 这段爱情要回归到生活里 将变成一场婚姻的可能 这个时候性质就变了 所以年轻人会怎么选择 看着女生那扇门呢 是期望她出来 还是不期望她出来 我就是说 你既然同意 我就是不允许你订婚 知道 是不是 咋弄啊你们俩 你说说 不去广州了 不去广州了 这就不去了 一直也腿薄弱了吧 刘天津啊 在天津陪她 在天津陪 给个机会行不 处可以 但是订婚 我不同意 小伙子说了 要为你姑娘留在天津 你给人机会 观察观察人家 可以不 可以 你看妈妈还挺开明的 来给大家点掌声 谢谢她 那还定不 阿姨说 同意你们处 但是不同意 今天订婚 还定不 那先尊重阿姨的意思 尊重阿姨的意思 行 陪阿姨去吧 去吧 谢谢主任 来 别谢我 别谢我 来来来 对对对 跟阿姨走是对的 我说你永远当觉 想让我真的来 保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